今天介绍自己的军瑶收藏与大家分享 在镜头前面看到的是 海棠红的花盆与花托 棱角都很明确 颜色红艳漂亮 一般军瑶的器皿除了花盆花托 盆碗尊湖炉等器皿 大家都可以在视频上看到 今天要介绍一些比较少见到的文房用器 一件文房用器给大家 就是这件火焰红的荷叶金鱼墨地 在荷叶上的棱角都很明确做出来 而且它的荷叶半都用手指手工刻画出来 上面雕刻一个金鱼 最后一个气孔很像一个爱心 也许是中国很早前就有这个图案出来 所以说宋朝的人创意其实是不错的 好 再来就是大家看它的底足 它的底足呢 很有明显的老化痕迹 我们就说军油 军油呢是多层上油 所以说可以从底足看呢 就看它的多层上油的痕迹出来了 第一个军油呢 是用烧成苏菲胎以后 先上褐色油 褐色油上完了 像很明显这有青油 青油完了以后呢 再上那个火焰红的红油 等于说等于上树培胎以后 总共烧了四次油料 就此呢 就是用荡油 拿了以后 下去荡油 再火炉烧 烧完以后 就变成这火焰红的特殊颜色 所以说这件器皿 除了是一个很特殊的文房油品以外 也可以在做 大家在解释 青油的多层上油的步骤上 很明确的可以了解到 上油的步骤 好 大家说为什么没有蚯蚓走泥纹呢 因为它是上青油 而且是因为要保持它的 冷脚的明确性 油料并不浓厚 所以没办法产生 窑炼的现象 所以说 好 修理走泥纹主要产生在 中油的上 那蓝色的油跟红色的油 交接出以后 就很明确了 它就军裂 就看到一个丘尼走泥纹的痕迹出来 所以说 军油并不是什么 都有丘尼走泥纹 而是因为它幼料的颜色 跟它的上右的厚度左右 来影响它 所以说 主要是看它的做工 以及它的那个幼料的品质 才能明确出来 而且这个 这些文房器呢 墨迪呢 气泡 幼料的流淌痕迹 都很漂亮 明确 这是很少见的 一件文房器 这件文房器的 淤衣也是很好 在宋朝 经常看到 荷叶莲花 主要就是淤衣 文人要清点首节 金鱼的意义呢 主要是希望 文人当官以后呢 如鱼得水 步步高升 所以说 这件器皿呢 做工精致 郁郁寒意很深 好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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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